月薪的攻防怎麼進行觀察呢 對 我們先講這個現在正在出現大漲的潤態雙雄 然後切回來整個大環境 因為港股昨天的漲點是相當的驚人 有900多點 在經歷了親民跟護活節的假期之後 港股吃了大不完 最主要就是中國做了一個放寬 那這個共同基金的經理人可以透過港股通的管道 來直接投資香港股市 那過去的話要申請要一定的額度才可以投資港股 所以港股昨天可以說是暴漲了3.8% 那恒生指數改寫了7年的新高 並且我覺得重點在哪一個部分呢 成交量 因為量始終是價格先行指標 昨天的香港爆出了1兆台幣 1兆台幣是我們的10倍以上的成交量 那過去這段時間 從去年的這個年底來 我們就看到的路股 包括了上海跟深圳兩市合計的成交量是 1兆這個人民幣嘛 那你把它乘以5就5兆了這個台幣 那最近還飆升到多少你知道 折合台幣7兆 所以大陸的股市7兆 再把香港加進來8兆 這已經成為什麼 全球股市最熱的地方 我們隱約已經看到一股的狂潮 資金的湧向這個地方 那湧向這個地方的時候呢 我們先不談我們的股票 我們去看香港股市 香港股市 交索 昨天大漲12%你可以理解 或者一堆比如江西同業 比亞迪電子 這個都漲十幾% 你也可以理解 這是大陸的H股嘛對不對 有一檔股票 跟台灣的股票有關係的 高新零售 高新零售其實這一波 一直跌到6塊港幣 股價是普普啦 普普啦 但昨天一口氣 暴漲了什麼 22% 那為什麼 因為高新零售 現在在中國電子商務呢 比如淘寶網的一個競爭 之後呢 它也發展了電子商務 揮牛網 那這個宅配的這個什麼鮮奶之類的 但因為規模不夠大呢 就是虧損啦 虧損啦 那今年的會展變展多一點 而且 這個是實體的展變 四五十加 另外一個部分的話呢 它在電子商務也可以 規模大一點 你就不會去虧啦 所以我們看一下 現在中概股本益比調整 其實過去這幾個月 漲最兇的是誰 豐泰 對不對 豐泰嘛 你看那個豐泰的K線 漲到已經快200塊 但昨天開始跌停 今天又跌了3%多 為什麼 預估EPS7塊的話 你算一下本益比多少 28倍 快30倍 但是呢 論泰權的話 這個去年的EPS多少 8塊 8塊 都沒有動到 那現在漲停鎖住的是誰 論泰星 論泰星去年的每股盈利是5.69 所以你可以發現 就本益比的立場來 角度來看 他比豐派低了很多 但是他要等到一個什麼 他要一個攻擊的訊號 他一定是看誰 看高薪零售 那高薪零售不會漲 不會漲 是因為錢沒有跑到大陸 香港的股市 而且我很早以前就告訴大家 金灰錫比 2005年到2007年 那一波的這個 入股的狂潮 不是飆升到這個6000多點上陣嗎 那一波他們飆了5倍多 當時呢 台資企業在港股掛牌 什麼康師傅 然後富士康 那時候叫富士康嘛 哇 長得很兇啊 你看昨天 那個康師傅跟富士康 有沒有長很多 根本都長只有2% 不太長的 不太長的 現在人家都是瘋狂買怎麼樣 買這種 入肢的企業 我覺得這個風水輪流轉 因為現在大陸很多的角度 都已經超越了台灣 所以中概股的調整 我覺得現在開始輪動到怎麼樣 比較沒有漲到的這個 內需啦 通路啦 為什麼 因為馬上五一的需求 你看路股已經飆到這個地方了 對不對 成交量已經這麼大了 那會不會內需啊 也開始動一點 好 所以我覺得 今天論態的這個雙雄啊 這些的中概呢 這個是值得去注意的